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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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ike 餃子也可以很邪惡 試一下我這個芝士脆脆韓式燜牛肉餃子 量身菜式 好玩是我最喜歡的材料 再加上這兩年有12個Good Take 跟大家分享 是有點邪惡 但煮的過程真的好玩 我們進廚房一起玩吧 炆牛肉的材料真的很簡單 蒜頭、牛肋骨和調味料 這樣就可以了 由於我們會慢慢炆牛肉 蒜頭我們就會留一粒粒去炆 蒜頭就會慢慢放一些味道出來 令到醬汁更加好吃 牛肉就切成細細粒的色仔 咬到餃子的時候就會留一些軟滑的感覺 調味料包括日本豉油、砂糖、韓式麵糞 韓式麵糞、韓式麵糞 韓式麵糞 韓式麵糞 拌勻然後加一些生粉 生粉就會幫助鎖住味道 如果你喜歡餃子留一些韓燒味的話 你可以試試煎一邊煎到一點焦 味道就多一層次 餃子就升了 加水 加蘋果汁 加蒜頭 加芝麻油 用很溫柔的火 炆大約80分鐘 過了80分鐘之後 可以試一試看看這個口感合不合你 想更加嫩滑 就可以炆多20分鐘 不趕時間 可以放過夜一晚 讓肉更加吸收味道 冷了之後 肥膏就會浮上面 你可以不走它 餃子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爆發 由於這個餡有一點濕 所以我就會這樣包 但你們都知道 我最喜歡說的就是 這碟菜是你吃的 總之你喜歡怎樣包 就怎樣包 最重要是你喜歡 在煎廳上加些油 用中火去煎 留一些桔子 平時的餐廳 就會用麵粉和水去煎一塊很脆的餅 這次我們就會用 巴馬桑起司 夠邪惡了吧 嘩 蓋上蓋子 用小火煎大約一分鐘 開蓋子 然後繼續煎 煎到芝士脆為止 用碟子吸一吸 然後小心地把它翻開 芝士會保持一塊脆脆的 加些韓式辣醬 加些韓式辣醬 那些味道就完美了 是不是很想吃呢 你也快點去煮一些邪惡餃子 餃子也可以很邪惡的 嘗一下我這個芝士脆脆 芝士脆脆韓式 芝士脆脆 芝士脆脆 包你吃完 YAHOO